是 我覺得 我應該停止再跟那些男人見面了 因為我覺得非常的可怕 每次當我跟他們見面的時候 他們總是毫無保留的告訴我他們的隱私 他們的運命 那種感覺 都不像是在交談 好像是我在偷窺 然後 他們永遠在明亮的地方 我在黑暗的地方 可是 我要怎麼樣才能走到光亮的地方呢 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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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也不可能对任何人如此付出 知道这个我还有什么好怨恨的 我要谢谢你 让我完全平静下来 可以去面对新的生活 好家珍 你好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是我今天第二次的流话 方便的话 可不可以再跟你见个面 这样就放弃 好像又太随便了一点 如果你不想跟我联络 我会找时间到餐厅走走 也许能不起额遇 也说不定 心上的人儿 你不要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